这样太多 在逆境窝园里头 更要和颜柔和 把过去献起 不善的缘化解 佛在经教上告诉我们 云家遗解不遗解 不给人结予 要常常记住化解 事实今生 我们给众生记了多少缘 有善缘有我缘 还有无际的缘 那说不上善物 要懂得如何把这些 化解掉 把一切有缘的众生 都转变成法缘 作为自己的同修伴侣 我们要在这些众缘之中 提升自己 不懂得提升 就会在众缘当中 堕落下去了 那就错了 在一切 在一切静缘当中 要效得提升 不要遇到静缘先前就堕落 善缘 顺劲就起贪心 密缘卧劲就起成会 那你错了 贪心 莫回到 成会 地狱到 缘是决定离不开的 牵涉太广 时间太长 我们没有寻命头 没有天眼头 看不见 不知道 从佛经里面 得到这么多信息 知道 生活在这个世界 跟大众相处 不是简单的事情 底下会议数据 内力望远 故外 外长文护 故意 何也 那么 修 修这个 如何致志 还是要把烦恼放下 妄 如火 现不出来 内力 妄然 那是真功夫 正学问 不是 信的 现前 常怀慈悲是信的 自然 何言爱语 都是信的 我们要想放下 必须先看破 看破 一定在金教上 有相当的 误处 要有误处 一定对金教 先要熟悉 要明了通达 然后才有误处 然后才有误处 有了误处 你的心态完全就改变 就正常 心态正常 外面的态度 言语也都正常 金不能不读 不能不许 佛不能不念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有误处 请不吝点赞